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益各个国家 民族的有缘众生 历时一月有余 不辞辛苦 飞越万水千山 弘扬佛陀教法 利益友情众生 也终于在日本弟子的再三启请下 与全球弘法回程中来到日本东京 索达基堪布仁伯切 一指尽美彭措法王 系统文思修行近三十余年 传讲佛法二十八年 翻译大量藏文佛教论著 不仅如此 索达基堪布仁伯切还曾先后受邀 在世界一百余所著名学府 展开精彩的演讲 上师存存善佑 教诫我们弟子 树立以文思修为主的正知正见 发菩提心 为弘扬正法 救度众生 而精进修学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不能空耗 狭满难得的人身 需要精进修行 同时也发愿跟随大恩上师 为上师弘法立生的伟大事业 天砖加瓦 然而 在我们发心的同时 也占用了很多文思修的时间 我们不仅犹豫 是自己的文思修行重要呢 还是发心重要呢 我们该如何来平衡文思修行 与发行之间的关系呢 下面 有请尊敬的大恩上师 为我们慈悲开示 很高兴 今天主要前面做了一些讲座 这些讲座主要是针对一些学校 还有其他的社会科技人士 而今天晚上的讲座主要是我们的佛教徒 还有些也有一些暂时非佛教徒 但是对佛教也有一些爱好者 那么这些人面前我们就利用几万上的 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是吧 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跟大家交流 然后你们有些听不懂汉语的有些佛友 那么也可以用同传的日本日语 那么我想讲的首先 可能跟大家要说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比较随意 我可能谈的一些内容 一方面是讲一讲修行八诵 因为修行八诵非常有加持的一个藏传佛教的修行法 同时我也想跟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我们佛教的闻思修行和发心的重要性 你们都说是日本人时间特别准时 但是好像还没有 没有 刚才有一个人 我问日本人是不是时间很准时 他说非常准时 如果是七点钟的话 那么提前一定要五分钟到 如果迟到一分钟的话 旁边的人会以非常不满的眼神来看看 但是你们这里好像没有这么看 迟到五分钟也是大家很欢喜的眼光看着他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开心 大家其实我讲的不一定你们学到很多知识 但是我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的表情当中 你们的眼神 你们的一举一动 有时候无心当中我会学到很多知识 这也是一种财富 我们的财富当中有些是有心的财富 就像美金 人民币 日元这些是有数量的 不过日元看起来特别多 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是吧 有些是无心的财富 无心的财富也许在你的心的深处 刻下了很深的影响 他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 这种帮助也许会超越金钱 超越感情 超越社会的很多人们值得需求的一些 无知的财富 所以人不断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或在任何时代里要有一种提升 进步 学习 一旦我们停止了学习 很有可能我们的进步也会一次而停止 甚至他再也不会有更高的提升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也算是当作轻松的一种聊天 我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所聊的话题当中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三十多年以来应该很关注佛教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如果它对整个全人类有利益的话 我还是不断地去弘扬它 学习它 如果它对全人类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少数的一些佛教徒 甚至我个人的一个利益我不一定那么关注 也不一定不知心脑去讲说 去给别人传递 我不会的 虽然我自己对我的宗教有信仰 但是它对人类如果没有这么大的从本身上的一些益处 我不一定那么去努力但是凭我的体验经验 多年以来的思考的确是它对我们整个人类带来的利益 我认为是不可估量的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是欧美人还是我们亚洲人都很需要现在的精神上的一些调整和修行 如果没有它仅仅是依靠一种世间的知识 或者说我们外在的一些科技也好 财富也好 很难支撑你当今的压力非常大 信息积极爆炸 这么一个世代当中的各种攻击很难提升 所以我们经常也要求大家 如果你是愿意学习一些佛法的话 那不要停留在表面的一些形式上 一定要真正地去闻思修行去研究和学习 那么从这个状况来看 我以前因为日本毕竟是 它是一个在世界上来讲非常强大的国家 虽然这里的地盘很小 可能有这里的二十多个地盘才算是中国的地盘 特别小 人口也不多 应该是一亿多人吧中国十三亿多 全世界来讲他的人口不算很多 但是他在世界的地位 世界的文化的地位 世界的整个战略思想 大家都说全世界也是永无共睹的时候 所以说我以前也是想过 为什么像日本 英国 美国 中国 这些有几个国家这么聪明 像美国和俄罗斯 中国这些 地图上一看也是特别特别大 这是强国 大国的话也可以 但为什么英国和日本就夹在这里面 因为在地图上看英国的地盘也是很小很小的 然后日本的地盘也是很小很小的 为什么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当中 这两个国家都是那么厉害 我以前也思考过 但是人的存在和人的强弱可能国家也是一样的 人也是一样的 有些人有智慧 有些人有能力的话 可能不一定他取体的强壮为主 有些国家有能力 有智慧的话 也许可能不一定人数的多少 不一定是他地盘的大小 应该是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分析 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外在的影响和外在的这种科技的技术 可以这么成为 已经到到了很高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但是我们内心有没有一个很快乐的呢 很难受 我明天跟一些关于自杀者 有一些自杀者的家属 关于自杀方面也有一些医生有对谈的 那么和天也跟一些其他的 包括一些学者也有对谈的 但在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也可能会发现 我们住在这个海盗上的人们到底快不快乐呢 也许可能我们有些人是不快乐的 甚至整个全世界的人来看的话 有些人选择自杀的也是相当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很平安 开心 顺利地要度过自己的一生 这么一个目的 要学习一个非常强大的思想的修正法门 第二个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人 不应该自想到一个短短的今世的几十年 应该还要想到人类确实存在的 来世的几百年 几万年 几千年 甚至几亿年的长远的前途 如果我们不想到这样的 这是一个精神的动物 这是一个精神的吃和拿撒关系的话 恐怕是我们科学再发达 物质再丰富 也许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定是非常有高潮的 有先进的特点 所以说 我们今天也是跟所有在座的各位要讲讲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好或者未来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每个人很需要有一种真正能强大自己的一种法门 这是内心的强大 并不是军事的强大 并不是国力的强大 我并不是在这里谈 你们日本一定要对外的自卫队 军事一定要强大 我不是这样谈的 我所谈的就是 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强大 无论是你遇到各种痛苦也好 遇到了一些全球性的或者许多人的工业 所造成的这些痛苦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一个自身的强大的理念 但是这些理念应该可以怎么说 在我们的佛教当中是的确能造得到的 当然极个别的 因缘不巧合的我不敢八品之百保证 但是大多数的人如果你很会系统地去学习 确实也是在从中得到的 在这方面我在藏地也好 汉地 在藏汉两个地方非常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而且我们通过很正常地去学习 最后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 许许多多的老年人 他们都离开了痛苦的迷惘 都找到了解脱的绿洲 非常地生活有意义 生活有价值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很想大家在这里有一个 很系统的 认真的学习在家人的一种佛教团体 自家人的一个团体在这里建立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在日本这个地方我大概十年前都想过 在这里有个很系统的学习 但是我个人而言以前确实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很多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的团队 后来不知不觉过了几年之后又消失了 在我面前有一群人来 我们现在开始组织学习 一定会现在要好好学下去 过一段时间又听说有消失也消失了 如果没有很认真的像团队式的学习 个人短短的时间当中的一些学习 暂时来讲这也是为常不可的 但是最究竟长远来讲 其实学佛也并不是打麻药一样的 暂时对你有一种刺激 或者暂时停止你的压力和痛苦而已 不是这样的它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 每一个人相当于得到了烦恼和痛苦的慢性病 这种慢性病要治的话 你吃一副药 两副药也许是没办法耕出 因此我们很希望要系统地学习 大家应该有持续地 有纪律地在学习着 这个学习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不敢说 但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的这种决心应该是坚定的 不会出而犯 甚至更不会半途而飞 走着走着就学不动了 放下了 应该不会的 对吧 因为在这里很多人的科学 严谨的这种科学思想 甚至十年 八年 二十年 终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真正要修学的话 要花多少年 大家应该是清楚的 它不是几年 十年 八年就可以了 甚至我们按照大乘佛教的思想讲 三个阿僧七戒也要去发愿度众生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很多的佛教徒 要很认真地去对待 而且对待这种学佛应该是要长远的